大家好 今集和大家聊一聊同軸線 同軸線發明來說 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 開始被人使用 之後兩次世界大戰 廣泛地運用在軍事上 一些無線電的傳送 後期還有收音機 還有最近期的天線 都是需要利用同軸線傳送這些訊號 今天為何會和大家談同軸線呢 一說到同軸線 對於音響比較執著的朋友 你心目中會想起兩個數字 哪兩個數字呢 一個數字是75 一個數字是50 75噸和50噸 那為何會想起這兩個數字呢 其實來自一位網友 問了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先讀一讀問題給大家聽聽 他就說Peter兄你好 想請教一個問題 近來就買了一條同軸線 某某牌的 線身他就印了75噸 而且我看過他的說明書 指明是要用75噸的同軸線 線身又印了75噸的規格 但是買回家仍然不放心 拿了一個他標 拿了一個他標 他同軸線的兩端 他可能想穩陣一點 確定是否真的75噸 才夠膽放下去用 這位師兄真是很穩陣 正常我就不會理會 買回來一堆下去馬上用 我們這些火灼鬼 一有心玩具 回家用他標去查 兩邊就發現 不是75噸 一發現兩邊一查電阻 就只有0.0多噸 很低很低的數值 有兩條問題 第一就是 請問我這個量度方法 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是不是量度錯了 第一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 是否條線壞了 可不可以繼續用 好 我們首先按鍵重演一次 我用一個電錶 撥在鵪上 就是2K噸 這條是一條同軸線 就是Tiklon 叫型號 我沒有記錯 應該叫TPLDB1 不過這條就停產了很久 但我家裡一直在用 拿你這條來試試 我已經撥了1噸 試一試 在沒有電阻的情況下 大家看到是0噸 0噸 我們拿這條同軸線量度一量 這個我相信很多師兄 之前都在家裡無聊地試過 我現在再試一次 我們量度兩邊的正極 一樣都是0噸 電阻比師兄還低 師兄都說是0.01多 我這個簡直是0噸 其實我這個量度一條75噸的同軸線 為什麼不會出75噸呢 問題出字在哪裡呢 因為我首先來講 需要解釋兩種不同概念的東西 哪兩種不同概念呢 第一樣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叫做電阻 電阻英文叫resistance 其實是想控制在一個電子線路裡面 電壓和電流的一個比例 一種關係 擁有這種功能的東西 我們現在叫做電阻器 英文叫resistor 很細細粒 表面上還有很多一間一間的 看看多少噸 做一些左隔的東西 你可以當一個情況 電阻器在電流裡面 其實那個情況就等於什麼呢 就是等於我們的水喉 那個水喉 如果你說我想那些水流得勁一點 那我就開大一點 那水流就流得勁一點 那我覺得那些水太勁了 我想閘一閘去 好了 閘一閘去的話 我們自然將水喉扭緊一點 那些水就會流得少一點 其實電阻器這一樣東西 resistor這一樣東西 Exactly的功能其實就跟我們 用著水 開水喉的功能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是第一個概念 好了 第二個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比較抽象一點 就叫做左抗 英文叫做empedience 那左抗是什麼概念呢 可能剛才那位師兄 其實主要就是混淆了電阻和左抗 這兩個數字 因為為什麼呢 電阻和左抗這兩個數字 其實他們的unit 他們的單位 同樣都是用噴的 就是希臘字母 好像omega這個字 那很多師兄說 一聽到噴這個數字 就會直覺想到電阻那邊 那在英語的世界上 就會比較清晰一點 英文就是一個叫resistor resistance 另一種叫empedience 完全是兩樣東西 在英文來說 就很少會混淆的 那好了 去到左抗這個問題 其實就切身地影響了我們 我們剛才說的什麼 七十碗 五十碗 那些東西 那左抗這一種概念 是比較抽象一點 那在我未講之前 其實我們先要了解同軸線的結構 那同軸線的結構其實就非常之簡單 同軸線英文我們叫coaxial cable 或者我們懶音 我們叫coaxial 都是這些意思 那說明是coaxial的話 其實就基本上就是說 那個中心的導體其實就是走在中心 走在中心的 好奇特地 外層的shilding 其實你會發現 一條正規同軸線的設計 外層的shilding 和中間的導體都會有一層 類似一層 我們英文就叫 deelectric insulator 有一層這樣的東西 你包住它 那都沒辦法 為了要解釋 左抗這一種抽象的概念 小不免呢 都是要用少少的數學 跟大家解釋 少少的而已 大家不要介意 不要馬上不看 繼續看下去 其實有些什麼呢 首先我將一條銅軸線 我將它畫了一個圖 這一條就是銅軸線 中間就是金屬的導體 也就是這個導體 外面的屏蔽 我就照樣畫 中間就是剛才說的PE 那些物料 中間就塞在中間這裡 原來我們對左抗其實是有一條素式 是關於左抗的 其中一條素式就是這一條 當中其實我們電學的一些符號 Z0其實就等於impedance就是左抗 左抗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左抗就是等於電壓隨耳電流 I就是電流 V就是voltage電壓 I就是current 這個素式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大家幻想一下 我有一條銅軸線 我插在CD 插在DAC 不斷有一些數碼的訊號流動 假設有一個訊號在這裡流動 經過這裡流動過去 有訊號就自然是有一個電流 我不要理會電流 總之會有一個電流 好 那就是說 電流其實就是這個I就是一個電流 V是什麼呢 同樣有電流流過 自然就會產生一個電壓的比較 是和什麼比較呢 其實就是和外面這個金屬網 金屬網和中間形成了這個電壓差的一個比較 形成了一個電壓 那就是由電壓來over一個電流 電壓來除這個電流 好了 而電壓除這個電流得出來的數值 就是我們所說的75噸這個左抗的一個數值 那好了 根據剛才我們解釋的第一條數字 其實我們都有兩個結論是可以得出的 第一個結論是什麼呢 原來左抗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中間的導體 中間的導體 流經的電流 和外面的金屬屏蔽網中間的電壓 是永遠是要保持一個行定的比例 舉個例子 如果你75噸的 永遠整條線 我不管你去到無限長 都是要保持75噸的 第二個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正正剛才我講的 就是它和長度是無關的 所以這個概念來講 正正可以解釋 回到剛才發WhatsApp來問我那位網友 原來他這樣量度這個和這個 你量度出來這個數字是代表什麼呢 只不過是代表中間的導體 這兩點的電阻 就是電阻 或者第二個問題 你會衍生來問我 Peter 如果這樣來講 那條線75噸和50噸 那這條線究竟有什麼 物理結構上來影響到它的左抗 既然你說和長度是無關的 或者和中間導體的材質 都是無關的 那我們就要看一看第二條數字 這條數字就比較複雜少少 大家不要怕 不用怕 我無需要去理會 這條數字怎麼證明出來 第二條數字同樣 Z0 同樣都是代表左抗 左抗 這條線的左抗 有另一種描述的方法 就是等於什麼 1 over 2pi 開方根 m over epsilon 再乘以一個我叫lock 數學上叫對數 lock the base e 用base e來的一個對數 就是大一點 over小一點 我們主要留意四個英文字母 第一個是什麼 大D 大D是什麼 原來是指一條同軸線的外邊的金屬屏蔽 和中間的導體距離 我們叫大D 第二個小D是什麼 原來就是中間的導體 中間的導體的半徑 當然這個小D很小 另外有兩個希臘字母 一個叫mule 一個叫mule 一個叫absola 應該叫absola 我忘記了這個字怎麼讀 以前讀過 原來是說這一層白色的物料 它的一些遲度率 還有一些解電常數 這些太複雜 我們不要說 總之其實牽涉到 中間這一層物料的一些物理的特性上 都是會影響左礦 所以來講 根據我們第二條式來講 影響一條線左礦 有哪些物料 有哪些因素來影響 第一個因素就是 中間這個白色部分的厚度 即我們所講大一點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麼 就是中間的導體的半徑 都是當它的厚度 粗度 都會有影響 第三件事影響什麼呢 就是中間這一層物料 物理上的一些材質 例如你用Tekfong 用什麼Tekfong 或者我用空氣 或者我用PE 或者用其他PVC 都是會影響這條線左礦的數字 所以第二條式 其實就是這件事 基於剛才解釋第二條數式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有很多師兄 你都知道 用一些日系的鐘 日系品牌的鐘 很多都是寫明一定要50噸的鐘線 50噸的鐘線 線沒有問題 我們都有50噸的鐘線 你會發現 50噸的鐘線明顯上 它的直徑 整條線是比75噸幼的 你會發現 原因來說 基於這條數式來說 你會發現 就是廠方 是會將這個大的D的直徑數字 將它降低了 而令到這條線的 impedience的左礦值 就會達到50噸 這件事 好了 引伸到另一個更有趣的現象 你會發現 因為有些師兄用50噸的話 大哥 BNC頭我都要50噸 你會發現 原來你看這幅圖 BNC頭50噸的BNC頭 和75噸的BNC頭 外觀上都有少少不同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50噸的BNC頭 中間還會塞多一塊 類似你可以當是TAC訪 類似PE的東西 塞在中間 你會發現 和75噸不同 塞這塊東西 在50噸的頭上 我估計來說 其實就是利用中間的物料 令到在這個BNC頭的 impedience的左礦值 將它降低到50噸 我估計中間塞這塊東西 其實就是在影響這個因素 所以你用50噸的BNC頭 配合一條50噸的BNC線 中線 你就可以確保 由頭去頭 都可以做到50噸這個左礦值的效果 大家對於impedience 有個初步的概念 其實心目中都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會產生的 我自己想到第一條問題是甚麼 就是 行定的一個左礦值 有甚麼好處 其實原來是這樣 原來就是 假設我們有一個信號 由起點傳送到終點 如果你說中間這條 你經過這條的同軸線 不是保持一個我們叫做 行定的左礦值 舉個例子 這一塊75 來到這一塊45 可能來到這一塊50 這個信號 由起點到終點 中間的傳送過程 就形成了一個很不穩定的因素 不穩定的因素 會導致甚麼呢 導致產生一些多餘的能量 能量多出來的能量 很容易反彈回頭 形成了我們當然不想要的 例子 最常見的例子是甚麼呢 如果大家 大家在80年代 70後80後80年代 我們那時候 還在用魚骨天線的年代 產生很多 我們所說的鬼影 不想要的一些 我們叫做干擾的東西 當然後期數碼年代不會產生 或者另一條問題 很多師兄都會經常問 就是Peter 我是不是一定要 廠說要75噸的線 我一定要買75噸的線 或者50噸的線 我一定要堅持 一定要買50噸的線來用呢 當然 其實廠方在生產這件器材 那時候 他會採用50噸 或者是採用75噸的規格來生產 當然 其實他一定會有責任 在說明書來說 會和用家 建議用家 是用哪一種規格來選擇它的線材 當然 這個規格來說 對聲音是有幫助的 但是來說 如果你說在發燒的範疇來說 我又覺得對靚聲音的影響 又不是一個必然的影響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有很多 一些高級一點 再昂貴一點的一些 同軸線也好 或者中線來說 其實你打開出來看 很多都不是75噸 或者50噸的規格 但是他插下去又很好聽 當然 我覺得這個規格 只不過是我們選擇線材上 作為一個比較重要的參考 的一個因素 當然 好不好聽來講 其實我覺得 都是要視乎一條線 插下去 所出來的聲音上 是不是你心目中想要的那種聲音呢 其實今集的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片 記得訂閱、按讚、按讚、 還有更多介紹朋友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Facebook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